我们就是每天闲聊一聊一下 你们这边能听到吗 你试一下 然后有人进入 我们是闲聊 就是每天稍微闲聊一下 我们养成一些 就是 等于说富人的习惯吧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任何的一些小的行为 都要注意 你们能听到吗 昨天就开始说 这个信用卡的事 就有的人 他使用信用卡 没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比方说我平时可能就会穿几张 揣几张信用卡在手里 就是我示范能刷到卡的地方 我不会去用什么转账啊 或者是移动支付之类的 在这里面的办公室 找我公室就好 就是我们要什么 就是这个习惯怎样养成呢 你随时口袋里装几张信用卡 你不管去干什么事情 你就是有些真实刷卡的行为 即便是不能 就完全不能是用炮仕机 因为它有的地方不能支付 你手机也要绑定你这个信用卡 一般你支付的时候 他手机也能弄 这样子你的那个 所有的打出记录以后 我就会想看 这些记录是要给对方的吗 我就说 你在经营自己的过程中 你首先得让对方知道 你是一个有信用 比如说流水好 就像恋爱一样嘛 你男生你可能考虑说 我买个房子 展现我有一个实力 你把现代说买房子 就是去老婆的前几条件 你女生也是啊 你长得再漂亮 对吧 你出来不出谋人 然后你也不撕点粉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不化妆 呈现素面朝铁 或者你也不洗澡 你想想你也嫁宝吧 你至少要表现出来 自己是一个有诚信 是个妇人 这个妇人就很容易 像我们昨天说的 你就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 当你把这些事情 表现给对方 对方也就知道你这么信 就我们有义务 有义务要提供我们的能力 而不是说要等银行 因为银行的销率很低 不像是我们说 昨天说那种 像蚂蚁金服 或者像是 蚂蚁金服 或者是我们说微信的微利贷 不像那样子嘛 它是可以通过你的消费 所以我们日常给它表现的 它可以自动发虚拟 所以就有些人是二万 有人是一万两万 还有几千的 但是你要是说我们 银行不知道 那我们就要做给它看 你日常用我看一下 大概就有这么厚一本了 就是我的所有卡都在这里 就是我该定期要用 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或者我口袋里就插几 我们现在是闲聊 不用说什么正规的事 我自己可能也带了五张 这样子 我要到超市买东西 我都会分张刷 我把五张我都用一遍 都用一遍会产生什么样的东西 像我早就不需要用这个信用卡 来作为收入 但是你还是要 还是要让银行知道 如果是在正常销唄 说是你平时你在有炮磁机 或者是你在有其他东西的时候 这因为你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嘛 那你就还好嘛 银行至少能知道你是 正常在消费 然后你有那个消费能力 因为你正常 你炮磁机用的时候 你肯定是有大额的 然后你日常有些超市 或者是一些小的 就会很好 你的整个记录看起来 会特别好很多 就是说这事 说我们 就是你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所有的记录 尽量给别人看 这是一个习惯 比方说 我们这两天在聊天 就是我们有个工作群 现在引荐进来 然后就是聊天 经常会有我的同事 这些也都是他们会员 他会发一个东西 发完就算了 昨天买战书 不是这样 你发给对方以后 你要等对方回应吗 如果对方在一段时间没有回应 你就要再去确认他回应 然后你要告诉他 他告诉你收到 这个事谁说完了 因为很多人就是不太注重这个小事 他怎么弄 他就是说 反正我发给你了 对方说反正我没看到 这个就是争论对错的思想 这种思想就很不好 你要想想 我们要做事情 是要把这个事情 又是有什么变化 你做任何在任何一个做任何一个事情的事 你要把它做好 把它落实完 这就完事了 然后我们今天上午在写东西就是说 我们一个富人的思想没有那么复杂 而且对大家都是比较公平的 因为所有的工具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这时候 我们只是把它利用好了而已 而且你就是设定一个思想 你想就是我就设定好了 还是装修工人 来安装的 我们管 都是外包的 你就很单纯的想 我就把一个事做好 你说我要赚钱怎么赚的 你看我这段时间也在收费 还有以前做会员的也有收费 就是你想我怎么把这个贡献做到最大 把事情做到最好 你把事情做好了 后面的事情 因为别人需要你这个贡献 他就愿意给你付钱 因为不付钱他还能吃亏 所以说他就会愿意去付 你就是要把事情做好 把贡献做大 后面是你想付的 这就一下就解决了 你跟银行也更是这样 因为银行就是效率太低 你必须提供 你告诉他我在消费 我有消费能力 然后他就开始给你 就他现在会开始 他认识到你这个人 为什么我昨天说你要在这个银行开 走公司流水 你就找他去办行信用卡 你找他办信用卡 就可以在他那增加流水 增加流水你买他的理财产品 他有钱赚 他就会给你更大额的信用卡 你们俩形成正反馈以后 他就约 你也成为妇人也容易 他也需要这种客户 所以说就是你们两个人 就必须 因为我们是先把自己表现出来 就像女孩要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才选择多 所以说自古红然多伯命 就是一定的事 因为他觉得我很漂亮 因为我很漂亮 所以说我就不需要打扮了 我的体系可以不好 但是你要说 容颜是很容易就消失的 当他最靓丽的时间过去了 就没那么多人宠他了 没人包容他 没人宠他的时候 他还是那个想法 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改 他因为他可能还是那样子 别人还要宠他 但是这个事情最后来 没人理他以后 他就变成红颜薄命了 我们就先说这 然后你们什么事 没有 我们可以随便提问 我们今天就随便说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 你要把责任明确好 把事情 就是把事情处理好 如果你的贡献一旦大过了 你的要价 比如说大过你的价格 你的事情就很好做 如果你要是你做的事情 没有提供那么大价值 你还想要那么多的钱 一般事情做不成 就算做成了 那你怎么骗 这时候你就没有自信了吗 你不敢把自己东西喊出去 你也不敢去做那些 就是你至少不敢宣传自己 你看那些现在的富人 能数上来的 你能想到的 他都是站在台前大声地喊 我东西很好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你先回复几个网友的提问 好 有人说 零售物的外地会 你感觉买房子特别有不存 没有口号的资源 你总有没有办法买到第一套 有 昨天说的本来就是 那些是因为网上传的比较乱 我们刚好就把它整理一下 有没有还有很多别的办法 也不太是公开说 所以说 你之前是小白 就只能证明你 你之前做的事情就不对 然后市场呢 发出个信号 告诉你 因为你做的东西不对 我们市场不需要这个 那 惩罚你的机制 就是要你赚不到钱 那就证明你现在是 就是要改 有话说 别人老说 我来教别人屌丝你行吗 我对屌丝这个词 还是很不出场 我就是有点贬义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他有钱的人 证明已经做对了 他已经把事情做对 市场已经奖励他了 就是我们钱 我这时候就要看成 他这个选票 谁做的好 我就把钱选给谁 为什么叫做好 就是他金融的价值大 这样子 我付这个钱 我占便宜 就是你要让对方占便宜 如果你说我是个小白 我什么也没有 那就证明我事前做的东西 特别错 错得离谱了 如果你还负债 那就是错得离谱 如果你是小白 就至少你没做对的事情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要求 我告诉你怎么做 就像我刚刚一开头告诉你 你想成为富人之贤 因为你要拿到资源 你要想拿到资源 你可能首先要去 告诉别人 我可以 我可以怎么样 就是你告诉银行 因为银行是拿钱最快的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教大家 怎样去掌握资源 掌握资源很重要 你赚钱的首要就是要掌握 你比方如果我现在做直播 就是一种掌握资源 可能其他的博主不喜欢做这个 但我这也是改鸭子上架 你们想一下 我最开始就是想通过文章写好 写好了之后 有些人就告诉我 我怎么乐我也听不懂 我说那我用音频或者用字频 然后我发现音频呢 他美妈做得很好 他那个语言组织能力又很强 那就让他做就好了 对吧 这个大家社会分工嘛 后来我想 那我们就这么面对面沟通 那就开始做了音频 这也是一种掌握资源方式嘛 我昨天不是举例的 你挑水 那也是一种掌握的 别人不能挑 你能挑 那就是资源 但是你要想 我扫地 就是我们现在说种田 所有人都能做 只有那些不喜欢做的人才不做 这时候你掌握的资源 但就不值钱 没有价格 那你说你做的那些事情 你再辛苦也没有用 然后我们就要去做 对比较优势 就是我们要去做那些 对别人更有用 自己更擅长的事情 这就对了 刚刚说那个从零 你要拍一下昨天视频 看看有没有留住 昨天视频就说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告诉你怎么做 就是手把手教教学了嘛 如果说我们只看文章 我们我们感 我们以前承诺是 交包绘包钻 包交就很简单了 我写那些东西西看 一共就六十天嘛 还有几篇是实力 也就是你看东西五十几篇 可以保证你在市面上的 不论是经济学家 还是房地产专家 基本上你不会逊于什么 我们就不要大言不禅地说了 反正你看了这些东西 你认真看完之后 你就能读懂很多东西 因为我都分得很清楚嘛 你要理解价格 理解市场 对吧 你就什么货益啊 政客什么之类的都写了 金融都写了 我后面要写的就是要 比这个思想维度更高 这是前期是知识类的 那就是包交了 包交的内容 包交不能包会嘛 包会就是我们 现在要通过直播 通过互动 你不知道的咱直接说 有的人问很多遍 我说了很多东西 他只是换一种方式 再问一遍 那就证明他没有学 或者没学会 我今天不是刚刚有一个叫 回答了一个问题 对那个问题就是 我们之前的文章很多 但是他可能就是 这夫妻俩也没看明白 或者没有时间看了 他就提了问 我们就要再跟他说 这就要包会 那我们说包转着嘛 那你看懂的人 肯定是可以包管 但是现在有的人就是 就我的文笔也有问题嘛 包括有的人理解上也有问题 那就 我们现在是开了个补习班 就由我和代理那些学霸 为什么要小鱼和小小尹 他们都过来 就是他们都是思潮很强的人嘛 这产量也很大 所以说 加上我再加上我 再加上我们现在还有另外 之前来 来陆陆续来的几个 因为他们是对这些文章 理解很好的 然后他们带着大家 一起往前走 这样就好了 你这就包装了嘛 只要你其实 比方说你这个费用太贵了 我买不起 就可以 当然其实这很便宜 就是知识付费是 但是当今社会是人类由而是以来支持付费最便宜的时候 比如说你通过咖啡一般免费你也能不能学到 那你要说 我觉得我觉得不扎实或者不踏实 你说花点钱 相关于一个补习班 我们现在就冷静了补习班 我们要这些 暂时还没理解啊 但是我要去做 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些 带着大家一起走 就尽此而已啊 那就是包交包汇包转 这三件事都能做到了 我为什么敢说终身服务这事儿 就是我建立数据库以后 现在的技术还是人比较成熟的 先来讲 我们后面的事情就很好处理 你说你是小白 已经证明你前面做的事情不对了 你就更要改正 你更不要听那些网上喷着跟你说的 你就你只想想 有房的人为什么会比没房的人活得还差呢 没有这个事情啊 但是他就认证出来了 就相当于说 有个人拿出来说就是一加一等于十一 因为两个一放在一起就是十一啊 这时候我们没必要去跟他争 因为你把十一争论完之后 从高中的二十一 五十一一百 因为错误的数据是无穷大的嘛 我们不解释 其实我是解释的清理清楚了 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这有些人理解不了 就是我们从我们学员的层次不太一样嘛 这时候我们就告诉你 就像我们现在真正教学 一加一等于二 你背下来 对吧 二二得四 对吧 二十得八 你就先背下来 先不要论证他 论证他什么时候啊 你到了大学啊 你到研究生 你需要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们就是人 像我们现在这些团队里的人 我就会告诉他 其实我不告诉他也都知道了 因为我们在论证 而不是说 你上来 就是一个小学生一上来 我们就说 哎我们叫你费码大经理 对吧 我叫你个积分 你这不坑人吗 大学生还搞不懂了 就这么个事 所以说 我们现在的做的事情 就是要手把手把你交了 如果你确定你能学会 你就跟我 就你确定学会 你就交会员费 或者是你通过其他学套 你拿到知识好了 你就自己去做 如果你说我确定 我对自己不确定 就是你找我 我都说了嘛 小白所有发生的事情 我在你买房之前之后 我们都解决啊 即便你出现万一 我也能帮你我的财力 解决这点问题 不是个问题吧 这就是我们起到的保险 你在有钱的人 我们在做双保险事 让你继续往前走 就是提高效率 降低费用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更有钱的人再说 没有亏 就是现在不很多人 就劝我说 就做会员直播 但是最后来 我会做会员直播 一定会 因为那些事情 可能不适合公开了就 我们现在就是要 传播这个知识 就是要根本知道 改变我们这个行业 这个说的很大 有点让别人说不了 但是就是我们 要改变这个行业的现状 因为现在一个人 买一套房 是压力很 当然现在没有过去压力大 但是也是在心理压力 和这个实际碰的困难 特别多 如果很多人可以 按我们这么做事 最后来 买房的人都是一个团体 一个团体 就不会出现那些 就是我在后台看到的那些东西 要所有人 买房变成个日常的事 你要想一下 我们这买房日常的事 甚至我们朋友说的 就是我们可能做不到 我说能 我小时候买彩色电视机 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就是要拖人嘛 还要去那个 给人票 什么的 要去买票 就是那个电视票 什么的 然后也经常变偏 那后来呢 大家开商场去卖电视机 你现在买电视机的人 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 谢谢啊 就是我们现在说 买电视机 会是一个很可怕的 是吗 不会啊 你想像我这样电视机 都没人看了 你买手机也一样啊 你看很多年前就买手机 就涉及到什么路号啊 什么要去拿 什么办 办卡什么的 都很黑劲啊 那你后来 现在买手机 不就随便买的嘛 对 你只要把它给 做系统化 不要那种单打独斗 那么去做 就是开商场 这个事情很好解决 就可以提倡解决啊 你买房的就是商品房 它也是商品 你这事也是商品 我们就说到这儿 要有时间 要有时间 时间超多了 还有别的吗 别的那晚上再聊 对 我们就是先聊 从现在开始 我们再重复一遍 我们现在开始 就是要养成 一个富人的习惯 就是我刚刚说的 对吧 我有那么厚一本的 这么 我有这么厚一本的 这种卡 这个卡就是说 我干什么事都要消 因为你每套房子 都要一张卡嘛 你要约共之类的对吧 这是我卡做也很正常 你可能没有那么多卡 但是也是 像我这样 我口袋也先装个 你有十五张新卡 你就都装在那里 你不管干什么 是有炮仕机 你一定想办法刷炮仕机 尤其商场 你买 你带五张卡 你买了五样商 你就刷五次卡呀 它允许你刷 这样你在你刷卡记录里 就很好看 你不要说是 拿张炮仕机 就自己在家里 慢慢慢慢扶搞 你这不就有 你这不没事找事了吗 这你正常也要刷 然后你偶尔一笔大的 就是网上流传的 这个后来我求证 都不全是那样的 就是说你每个月二十五次小额 三次大额 一次超额 这么刷 是很容易刺激到它那个数据的 但是每家银行不太一样 嗯 昨天是很疲惫 特别疲惫 所以说加上在那个房间里嘛 就很累 今天睡好了 精神状态就快好了 嗯 所以说大家不用 就多听内容嘛 不用管我长啥样 这主要是免烟相机的作用 我长没长那么好 我们一讲说所有富人的习惯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正确看待价格 那些价格是很有效 你只要好的东西 它价格一定会贵 所以你要说 你一个穷人视角 你就会看 这里没有贬义 我们就要把这些分开 一遍也好分开 穷人视角就是说我先投便宜 你知道你作为人生投资 实际是非常大的 就这时候一场非常大的投资 尤其你第一次投资 你一定要保着他赚钱 如果你不确定一加一等于二 你就来问我 我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就好了 然后你就 这样你就不存在去图便宜这个事 你一旦图便宜 我们说什么 租贷租卖 这四个字都搞不定的时候 那是很大的风险 我们所有事情是基于房价会上涨 我们为什么可以确定房价上涨 对吧 12字搞定搞定了 12字搞定了 是因为后面有一大堆的理论 有一大堆的数据在后面跟着呢 因为我没有谁写那么多嘛 那就是说我们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 你要买不要 不要图价格便宜 就不要在你的视角看东西 你要在那富人的视角看 你看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昨天我们还有个会员 给我有一段语言 晚上说 你看那个LV那么老贵 对吧 它还要限购呢 为啥 生产量跟不上 是 有很多人说 你这不是 它是饥饿营销 这就胡扯了 那个饥饿要是能营销 营销的话 它东西不好 那你就去营销股票知道了嘛 那股票市场那那么多 你随便赢吧 没有人能赢得了 价格是有效的 它东西真的也是好 就是我们的收入高到那个份上 我们愿意去买 但它是哪里跟不上 然后你像我说 你带上那些包 那么便宜 那么促销 大力的 什么一块钱 什么五十块钱一个 随便开我什么的 但是它卖不出去 你就认为它不好 你投资更是 你要投资那个赚钱的 如果确定能赚钱 你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我们就是把那张纸 对折的速度快就行了 然后你将来真的有 那个抗风险能力 然后我也不在乎这点钱的时候 你再去做你自己爱做的事 你前面最开始的时候 尤其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这种事情 就不要再纠结了 到底是等于二 还等于四一 因为等于二是唯一正确的结果 没有其他结果 其他结果你可以说到无穷的 我也不可能无穷的解释 什么人都能买回行 人人都能买 因为可以 你们想一下 就是 你只要按这些路 我一直把投资改成技术 其实大的投资是艺术 就是它需要兼顾 需要兼顾 但是我们做买房子投资 它就是一个技术 技术很简单 只要是你把所有技术凑齐了 你凑齐一个飞机 你就能飞 这时候你跟一个普通人说 你会飞 这个事情他很听不懂 他就是有病 你怎么可能飞的 但是你能 你飞机的技术你可以相信吗 它就是一块铝 就是能飞起来 对吧 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把事情改成技术 我所有写东西都为了技术做 技术就是有可复制性 任何人 我能做到你就能做到 我做不到的我就不教你 或者我到了你确定做不到 或者是我知道你也做不到 我也不会教你 教你 我为什么现在招了一些会员过来 或者像小于他们愿意跟我来 就是我会再挑一些具有那些天分的人 那些天分是另外一种人了 你看把我这种退休老汉都逼成了什么了 都逼成那个二次创业了是吧 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就把现在的事情做成技术 只要你满足这些技术指标 你就能得到确定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列 投资是搭乘经济增长得到确定回报 有些事情不搭乘经济增长 一样也能得到回报 但这些东西交不了 它就是需要 需要有一些 具备一些其他天分的人 比方唱歌 那个韩红唱的他就是想亮 你现在我怎么教你你也唱不到 韩红也结婚了第二个 比他唱的再猛了 当然我能教你什么 我能教你师傅 对吧 比方说 我还可以教一些怎么听 他是这歌唱的最初 但是我不能教你作为一个艺术家 比方说钢琴 可以我们从一级弹到八级 这个都能做到吗 所有人你想弹 你按这个时间去弹 都能弹出来这些 那些基本的音符都能弹到 这些是技术 但是你弹成朗朗 弹成被多亨 这个就是艺术了 那些就先展示不交 我们先让大家通过基本的技术 我们一起往前走 包括我写文章 你要仔细看 你看回答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没有看文章的 然后 这样占用我的时间特别大 如果你疑问特别多 你就联系这两个管理员 我们每天做视频的时候 就把这事说清楚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大家一起往前走 我再有时间 我再写文章 这样子所有人都能会了 那就看了明白就好了 今天多长时间